那这里的hotel跟他们的餐厅是连在一起的 我现在下面找吃的 它这里有汤只要5索尔 还有做这种流流炒饭 还有啤酒 我拿了一瓶他们的啤酒 上去救我在市场买的那些吃的 Thank you 拿了他们一瓶啤酒 然后走这个小路 我觉得20索尔 这一个小驴管 我还是能够接受的 本来是有wifi的 但是外面带修路 他们网线被切断了 就这个不太爽 还好我买了5索尔的无限低速 刚刚我跟这个老板娘沟通 明天有没有什么车过去 他说最近那边在落石 而且路很冷 过去可能要300索尔 我说300索尔 倒是30索尔还是300索尔 因为之前我在网上查的是30索尔嘛 不知道熬陷吃饭 看明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黑兔 今天是2021年的12月16号 我现在在毕鲁阿里奇帕的 库卡大峡谷地区的 卡巴那斯康德这一个小镇 昨天因为到了时间比较晚 我都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样子 刚刚从这个二十索尔的小旅馆出来 他们还有个餐厅 因为这里在瓦路所以没有wifi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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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才知道 我原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刚刚有看到徒步的人过来了 难道我真的要徒步二十公里 到我预定的那个酒店的地方吗 可是我这个包好重 先看看这个小镇吧 感觉还是蛮宁定祥和的一个小镇呢 秘鲁还好 这种深山地区 也是有良好的手机网络信号的 昨天我就是到他们这个广场 看效果图 以后这里也是会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 因为这边是他们整个地区 最神圣最美丽的火山园大教堂 你看就是古典主义风格的 在这里有一个小卖部 昨天就是小卖部的夫妇帮我联系 有没有出得到 但是没有人敢过去 因为是晚上嘛 还帮我介绍了这一个便宜 有好的小旅馆 在网上都查不到的 在网上查的价格都是这里的两倍起的 你看那个小山丘上的那个小房屋 哪个夫人在那里修的 好有感觉 昨天就是这个小卖部一家在帮我 今天我再来找他帮忙 他说我要去的那个酒店的老板就在隔壁 他直接来带我找那个酒店的老板 因为刚刚我遇到一个智利的旅友 他跟我说我要去的那个地方 在峡谷的最底部 是要徒步过去的至少两个小时 这里这个镇子 才是整个库卡独户地区的中心 哇 这是一个什么餐厅 天哪我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老板的父母 他们正在这里吃早餐 现在他们告诉我去到他们酒店 要五个小时不行 我说我肯定走不到的 我说有没有车都可以到 他们说没有 摩托车过去非常非常非常的危险 所以现在他们帮我取消掉我的订单 不用付费 我就住在这个镇上 OK Thank you Ciao 哇 他们太好了 他们现在就给他们的儿子打了电话 免费取消掉我的订单 诶 诶 How can I get out from here 哎呀我已经迷失了 在这个里面 啊看到了 不过我发现了一个隐藏的餐厅 我可以到这个餐厅来吃东西 因为很多本地人都在这里吃东西 看上去还不错 哇 哇塞 但是那个酒店真的很好 环境特别特别的好 还有温泉 徒步五个小时 哇塞 哎 看来只能以这一个卡巴那空点为中心 进行四周扩散的徒步了 其实我现在已经在库卡峡谷当中了 也在它接近山间的地方 在它的这个广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维修 可以想象以后 这里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热门的旅游景点 看都是现代化的地板铺上了 对面就是他们古老的新古典主义的教堂 在教堂正对面就可以找到这一个游客中心 在里面可以领取到各种各样的徒步地图 因为在这里是一个真正的徒步原始区域 谷歌地图有时候是找不到的 也没有非常多的交通车辆 但是我觉得你看他们现在都在修路 到时候应该会像Custco一样 交通会比较发达吧 一是方便了 二是适合那些体力不支的人 但第三个一些比较原始的徒步的感觉 就会相应的减少一些 所以现在来真的也是一个好时候 拿了一叠地图 各种景点的介绍 徒步路线的介绍 还有到底有多少旅程 有什么special的地方 还有公共交通的时刻预定 搜集信息 开启我的徒步之旅